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用西红柿给大家做营养美味 操作简单的早餐饼 新鲜的西红柿在顶部切十字花刀 用开水烫一下 包去外皮 改刀切成小碎丁 装在大碗里 再打入两颗鸡蛋 加入适量的食盐 少许胡椒粉 放入切好的葱花 先把蛋液搅散 把佐料充分的混合均匀 分次少量的加入面粉 边倒边搅拌 一直搅拌成这种稍微粘稠的菜糊 再切点火腿丁 切好的火腿丁放在菜糊里 再次的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垫饼中预热刷油 舀入搅好的菜糊 一勺菜糊一个饼 摊得平整一些 做这个饼的时候 锅要稍微热一些 这样菜糊能够快速的定型 用小火烙至一面定型微黄后 翻一下面 烙至两面金黄即可出锅 非常的简单快速 营养又美味 特别适合做早餐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欢迎留言指导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收藏关注哟 感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